大家好 我是My Hair 生髮植物診所 林健醫師 最近有很多髮友來諮詢的時候 都會特別詢問 我們頭髮直上去之後 是真的是永久髮嗎? 那還有我們直完髮之後 鋪頭還是有可能變嚴重嗎? 我想髮友大多都是擔心花了錢 鋪頭卻沒有得到改善 那還有很多其他髮友擔心的問題 我們今天一次跟大家解答喔 因為大多數來我們診所做執法的 還是雄信徒的客人 所以我特別強調一下 在做執法的時候 曲髮是從透枕部的位置 那這區的毛囊呢 我們有研究發現說 它比較不會受到二星搞互同DHC的攻擊 而且呢 它移植到落髮的位置的時候 一樣可以維持這樣的特性 可以伸張的很好 所以呢 也就被稱之為永久髮 那我們診所呢 不管是執法啊 還有執法的術後的照顧都做得很好 所以效果也可以維持的更久喔 因為雄信徒呢 它是一個會持續進展的一個過程 所以我們不管是有執法或沒執法 其實被診斷有雄信徒之後 應該就是要服用藥物去保護我們的原生法 那在執法之後呢 還是要繼續吃藥 原因是因為如果不吃藥 保護這些原生的毛囊的話 它一樣會受到DHC的攻擊 而可能變得脆弱 變得細 然後甚至就慢慢就不見 那這樣子的話 在執法過幾年之後 它可能會產生一個我們執法跟自己的原生法的一個斷層 那這樣就會變得比較不好看 有一些呢 是急性的落法 比如說大家常聽到的休止期落法 可能因為生病啊 手術啊 或者是有一些壓力 造成一個暫時性的大量的落法 那這種大部分 它其實過一段時間自己就會好 所以我們不會建議說在落法期間就是去做執法改善它 那有一些呢 是急性的感染 或者是說發炎 那這一類呢 其實在治療之後 它其實也是會改善了 那它有一些是自體免疫性的落法 像我們常見的原凸 那種也不建議執法 原因是因為它可能會再次發生 那有一些原凸之後 它可能自己會好 所以這個通常可以再觀察看看就好了 那還有一種比較特別是疤痕性的 譬如說燒燙傷的 通常就是要再過幾個月 等到疤痕整個從紅變白色的時候 它的血液循環已經是比較穩定的 而且它伴隨的一些暫時性的落法 通常也都改善了 那這個時候再去做的時候 效果也會比較好一些 那還有一些情況呢 它會影響我們的手術 過程跟手術之後的效果 譬如說糖藥病患 血糖控制的非常差 或者是有合併一些凝血功能的異常 或者是血管的異常這些等等 那這些人呢 他的恢復時間會比較久 在手術的過程中 可能肾血也會比較明顯 手術時間會拉得非常長 那另外就是 也可能比較容易感染 有這些狀況的話 可能就不太適合做指法 或者是可能要等到病情比較穩定的時候 再跟醫生討論 指發手術是非常安全的 那我們知道很多手術它其實風險 可能來自於麻醉 所以我們指發手術呢 幾乎都是用局部的麻醉 那局部麻醉呢 它的最大好處就是客人 其實它是清醒的一個狀態 讓我們在手術中間呢 其實都會用機器去測量 血壓 心跳 血氧 濃度 這些等等 而且因為人是清醒的 所以你有任何不舒服 都可以隨時跟醫師還有指法團隊反應 我們都可以立即處理 所以是非常安全的喔 那我們手術前一週呢 就要開始停掉一些任何會影響 凝血功能的藥物 包括抗凝血劑呀 還有一些抗血小斑的藥物 像R4P0這些等等 那還有一些其他保健食品 像維他命E 魚油 或是有一些消炎止痛藥 可能都不是很適合 那另外就是有一些人如果在用中藥 包括一些活血成分的 像靈芝 或者是當歸人生 紅花這些 其實都不建議使用 那也建議呢 在手術前一週 如果有抽菸喝酒的習慣 盡量也先停掉會比較好 那還有如果是有在用 Minoxidil這個成分的生髮水呢 建議手術前兩週就要開始停掉囉 那也盡量避免一些刺激呀 油膩的飲食 包括像麻油肌 或者是藥膳 或者是麻辣鍋這些等等 可能都不是那麼適合 因為它可能會增加 這段時間的一些出血的量 咖啡跟茶 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禁忌啦 我們就是跟平常一樣就好了 但是有一些狀況可能要注意一下 就是我們不建議加太多的糖 因為太多的糖分其實會引起組織老化 也會引起一個發炎的反應 那有些研究也指出呢 太多的糖分喔 其實可能會影響熊淨突的進展 也有可能會造成一些 其他的落法這樣的狀況 我是My Hair生髮植物診所林肌恩醫師 如果還有什麼問題想問的話 歡迎收看我的頻道 在底下留言 也可以加LINE詢問我們喔 我們下次見